It's real. Let's go. 各位同學大家好! 又到了一個月一次的 收集絕怪成果發表日! 陳同學,請你不要那麼活潑! 大家這個月都有找到稀奇古怪的東西吧! 學長,我也有找到! 我也有找到! 我也有!我也有! 非常好! 感謝各位同學積極地參與這項活動! 先來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吧! 誰想第一個先發表? 我!我!我先!我先! 好!是嗎同學! 那就由你先開始! 讓大家看看你找到了什麼有趣的東西! 喔!這個是! 學長!這是一個墓碑耶! 我當然知道這是一個墓碑耶! 而且它的年代相當的久遠! 司馬同學! 你這個墓碑是在哪裡發現的! 呵呵呵呵呵呵! 嗯? 好!既然這麼尷尬! 那接下來就由我這個社長 來替司馬同學找到的這個墓碑做一下講評吧! 恩...它的確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物 而且看起來也保存得相當完整! 不過司馬同學這次最大的敗筆就是 找尋到的東西都太過雷同! 各位都已經知道這是我們第三次辦的活動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司馬同學第一次帶來的東西 是一個神主牌吧! 而到了第二次的活動 第二次他帶了一個很恐怖的骨灰壇了 嚇著我半夜睡覺的時候尿床耶!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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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加上這一次的墓碑 我說實話 他並沒有讓我感受到新鮮有趣的一面! 甚至我不客氣的說 這已經失去我們社團尋找稀奇古怪的精神了! 嘿嘿嘿嘿 學長!你這樣子評論會不會太過嚴格了? 這樣子讓我們後面要展示的人很有壓力耶! 林同學!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來!身為社長的我當然也不能只光說不戀啊! 也讓大家來評斷一下我 這是在網路上發現的神秘寶物! 上方寶劍! 沒錯! 這是一把明朝時期的上方寶劍! 這把上方寶劍還是今天一大早才拿到的! 連我自己都還沒有詳細觀賞過耶! 你們三個很幸運耶! 能看到這件西式珍寶! 學長!你拿這把劍看起來好帥喔! 好像古代蕭勇善戰戰的大將軍耶! 喔?真的嗎?我也是這樣覺得耶! 學長!借我看一下! 是嗎?同學你要小心一點啊! 這把劍可是我千辛萬苦才拿到的! 學長!你這把劍是花了多少錢買的啊! 不要問那麼多!說出來你會害怕! 欸!學長聽你這樣講人家開始好怕怕喔! 你要保護人家啦! 是嗎?同學你看!這個好像一顆按鈕喔! 學長!這個是… 欸!這是…上方寶劍啊! 他為什麼可以發出聲音啊? 呃…這… 我知道!那一定是那時候的科學家發明出來的! 說得非常好! 林東雪說出了本社團最重要的精神! 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我還以為那是一把玩具劍耶! 這麼重要的有活動我怎麼可能隨便拿一個玩具劍來? 好的啦!司馬同學不要把我這把珍貴的上班寶劍給玩壞了! 我先說起來回去我再好好的研究它有幾段音效! 好!那我們接著繼續! 陳同學你這個是在做什麼? 學長!這是我今天帶的神器寶物喔! 喔!感覺起來好像大有來頭耶! 你趕緊給大家來介紹一下吧! 好的!這個偷窺叫做地獄的訪客! 半個世紀前是由前蘇聯KGB發明出來的! 原本研發出來是用來拷問政治犯及間諜的! 執行的過程中卻意外地讓使用者的靈魂能夠到地獄見到過世的親人! 我知道學長以上對這種靈異科學的議題相當痴迷! 所以今天我決定讓學長第一個來做這個人體實驗! 我去搜索贊成! 我也贊成! 以學長的聰明才智! 我相信一定能夠完成這個實驗的! 好了!不要再廢話了! 學長!我們開始吧! 欸!等一下啦! 如果我真的成功下了地獄! 那我之後要怎麼回來啊? 你那個表情是什麼意思啊? 學長!傳道橋頭自然值! 你就安心上路吧! 欸! GO!GO!GO! 學長!歡迎! 學長!怎樣! 感覺不錯吧! 我!我!我!好想尿尿! 學長他還好吧! 看他莊園樹木的表情! 我想他應該已經平安到達地獄了! 啊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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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活動我贏了! 連最優秀的學長都無法超越了! 等等!陳同學! 我帶來的寶物大家都還沒有看過耶! 那要怎樣? 以你的水準能夠帶來什麼好東西啊? 請你別這麼說! 我帶來的東西真的很神奇耶! 那我來介紹給你們見識一下! 登登! 就怕人還來口! 我還以為是什麼多了不起的東西咧! 不過就是一個普通的糖果啊! 這個才不是糖果咧! 這個是! 妖怪丸! 傳說這個妖怪丸! 是由一個非常厲害的女巫所提煉出來! 只要吃了這個妖怪丸! 馬上就會變成真正的妖怪! Don't say! 你不當編劇真的實在太可惜了啦! 吃了一個糖果會變成妖怪這種唬爛的話 只有你才變得出來啊! 我真的沒有在唬爛啊!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你可以試看看啊! 呵呵! 我就知道你會來這一招! 你一定認為我不敢吃吧! 我就是偏要吃! 怎樣! 被我猜中了吼! 你的謊言即將被我猜穿! 開始會害怕了吼! 啊哈哈哈! 呵呵呵! 可惡! 你幹嘛安心我啊! 當然是要證明我的妖怪丸是真的啊! 我吃了那麼久完全沒有反應啊! 只是覺得甜甜的而已! 甜甜的! 效果好! 恢復體力也快! 我要一張成人票一張兒童票! 謝謝! 歡迎光臨! 爸爸我好緊張喔! 小寶不用緊張! 有爸爸在! 爸爸會保護你的! 小寶你看! 那個就是神秘的妖怪! 爸爸! 那根本不是妖怪啊! 那是鬼! 你才是鬼咧! 你全家都是鬼! 可惡! 這什麼鬼地方啊! 完全都沒有訊號! 沒有網路就不然用Google地圖 尋找回去的路了! 呵呵!